刚一到讲了面前对象 这是我们学习设计模式的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基础就是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 它应该分开来说设计和模式 那设计是什么 就是设计原则 所以说我们不要着急讲设计模式 所有的讲设计模式的一上来 就呼呼呼的工厂模式 固件者模式 单理模式 设备器模式 哗哗哗哗来了 这些都是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 或者说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教程 或者说人家干脆就是一个 自己的总结笔记 不是一个真正面向学生的 或者说学员的一个教程 但是我们这个教程是面向经验毕业生 或者说一到三年的 有工作经验的同学 那我们肯定要把所有的该讲都讲完 才能再讲设计模式 对吧 面向对象讲完 我们就要讲设计原则 就是设计模式之前必须现有原则 我们到底是根据什么东西来 得出的这么这么多设计模式 它是怎么来的 对吧 它依据的是什么 它不能说跟所有空一样 从石头缝蹦出来 就天生就是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对吧 这个不合理 所以说我们要把之前的前细 都给它铺垫好才行 好 我们讲设计原则呢 我们先体会一下 何为设计 就是到底什么才是设计 那我们通过什么去体会呢 我们接下来马上会说 我会用一个特别独特的方式 就是基本上前人好像没有用过 能帮助你很快理解 什么是设计的 接下来我们讲这张的正题 就是五大设计原则 我们讲设计原则 它一共有五大设计原则 五大设计原则正好是五个字母 就是SOLID SOLID SOLID 这个我们到时候这一节会 具体来讲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及五大设计原则 它到时候肯定会能对应上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设计模式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过渡 就是设计模式其实是什么 是从设计到模式 从设计到模式 就应该分开 设计和模式要分开 设计是设计原则 模式是既有的二十三种模式 对吧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过渡 就是先有设计原则 然后再到设计模式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下 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它分为创建型 还有组合型 还有行为型 一共二十三种设计模式 好 那我们就正常开始 我们先看第一个 何为设计 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就是一个描述给它语言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听明白 我们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铺垫 做一个概述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想到的 就是我们要结合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这个 UNIX和Lenux的设计哲学 我们结合这本书来讲 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会马上说 但是在说之前 我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本书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京东上或者淘宝上 或者说那个天保上 都没有正版了 你可以去找一下电子版 我当时看的时候 是电子版下完之后 我又花了几十块钱 把它打印出来的 打印了后户的一楼纸 因为我只会打印单面 不会打印双面 所以看完之后 剩了好多的操稿制 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看的 不管是电子书 还是直直书 都一定要看的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简单的描述吧 什么是设计呢 我觉得设计就是说 按照一种思路 或者说标准来实现功能 我们这个实现功能 这个是肯定的 对吧 我们要实现功能 但是说 我们要按照 什么一种思路和标准来实现 这就是一种设计 对吧 这个听起来 其实有点虚 你可能觉得对 但是是什么 不知道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很正常 我们这只是做一个描述 铺垫 对吧 一个引路的过程 这个真正的理解 可能是在后边 功能相同 可以有不同设计方案来实现 就是我们 我们从A到B 怎么过去 有不同的设计方案来实现 就是最后做黑格测试的时候 看看程序 是不是从A到B了 一测试都用通过 但是里面的设计 可能是不一样的 设计不一样 到底 我都是从A到B 为什么设计不一样 要不一样设计呢 我都用一个行不行 那肯定是不行 对吧 那半生的需求增加 设计的作用才能体验出 也就是说 如果是说从A到B 就完了 以后就没有了 你怎么设计都行 只要没有bug都行 对吧 但是我们一般的软件 我们一般的所有的APP 每天都在不停的变化 对吧 基本上 公司要求我们 每个月很远的 就发两个版本 每个月发一个版本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按部就班的 那些计划特别快的 每个月都发两个版本 这样的话 它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 那需求增加的时候 你这个设计 到底还能不能撑得住 之前的代码 是不是要改在翻前覆地 是不是要重构 所以说设计 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它的作用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说 你的需求在不断变化 我们的设计就是应对变化 但是这个前提 就不用假设 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功能 它需求每天都在呼呼的 发生着变化 是吧 你看到所有的APP 所有的网站 所有的产品 他们都在呼呼的 发生着变化 包括我们的计算机 就是我们前端的语法 前端的工具 不是也是每天都在变吗 标准也是 隔几年就出一个 这是我们的描述的 三段完案吧 我们先达成一个 文字上的共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开始讲 这本书 这本书 就通过这本书 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是设计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书里面讲了 好多个设计的准则 作者通过开发也好啊 了解也好啊 观察也好啊 这两个系统 就是UNIX和Linux 这可以说是 我们测试系统里面 比较成功的测试系统 当然还有Windows啊 它的设计哲学是什么 就是作者通过了解 这两个测试系统 总结出来 我们设计软件 因为测试系统也是一个软件 我们设计软件 应该遵循 大约有十个设计准则 应该遵循十个设计准则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 平常看那个鸡汤软纹里面 说成功必须具备的特性 之类的这些 但是这本书绝对不是鸡汤 绝对不是软纹 它是实实在在的干货 我们就通过这几个准则 来体会一下 到底什么是设计 然后这个准则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详细的讲 但是我这儿先提一嘴 我接下来讲的这些准则 你可能不会全部理解 但是我建议你每隔半年 不管是大还是小 基本上都是自己技术的 一个上升期 对吧 每隔半年呢 你都重新自省一下 就是重新翻看一下 我讲的这几个设计准则 你看看你经过半年的 这个努力工作 或者是业余的学习 是不是对这几个准则 有了重新的理解 你也可以上网上写一下 自己的一些认知 为什么你要不乱看呢 因为这本书 它是基于这个Lenux来写的 Lenux是一个很成功的 很庞大的 需要我们深入沿用的系统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自己 说十分钟就能把这个东西 来学会来搞定 这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东西可能是要伴随着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一个准则和一个参考 或者说作为一个反省的一个依据 来去看 好 我先把这个要求提下 或者把这个建议提下 然后我们下一节呢 我们就正式的去讲一下 这本书里面到底是 有几个设计准则 它每个是什么样子 以及我们怎么通过这几个设计准则 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才是设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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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